因为蔡英文这次提出了 他的新两国论 所以现在出来一大堆的民调 但这个民调你会发现 非常非常分裂 我先问大家 谢志伟侮辱国旗还被称赞 你觉得什么 留言讨论 我稍后会回收大家的意见 然后我待会会再问一下大家 对于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手法 你满不满意 导播待会上一下 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手法 你满不满意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大家 因为自从蔡英文讲出户不隶属 新两国论之后 你看到民进党的民调 非常非常的高 对于这个户不隶属的这个论述 有8成4的 这个84%的这个民众支持 非常非常高 不支持的只有9% 另外你看到 这个中华亚太和基因交流协会的民调 对于四个坚持的支持度也很高 将近有7成 对于这个户不隶属就到了这个7成 中华民国在台湾72年 这个呢4成8 然后中华民国台湾前途 要循着全体台湾人民的抑制 支持度达到了8成 都非常的高 当然了 这个论述你从字面上来看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没有问题 互不隶属没有问题 这些通通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 整个这个民调上 当然这个民进党就嗨起来了 这告诉大家什么 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主席 带着民进党 带着中华民国 走在条正确的道路上 是不是 猛然一看 这个民调是告诉大家是这个 但是你看到 施政峰老师就说 百姓对于蔡总统处理两岸的评价 否定高于肯定 确实你看到 就是联合报的民调 那就很奇怪 这个部分这么高 这个部分为什么这么低 对于这个蔡英文 处理两岸关系的这个评价 满意度 从109年的48% 一下子跌了8个百分点 那不满意度 就升高了8个百分点 两个全部都逆转 然后你看到 对于这个两岸外交 有六成认为 现在是高度竞争状态 两成六认为是关系和缓 也就是说在蔡英文任内 大家觉得两岸开始紧张了 对于蔡英文处理的 这个关系的评价 大家都评价并不是太好 但是是不是有点分裂 所以小牛议员你怎么看 一方面大家同意 蔡总统的论述 这个支持度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二方面又对于 他的处理的这个方式 评价整个往下掉 你觉得这两个 完全不同的民调结果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文告归文告 行动归行动讲完了就这样 基本上蔡英文的国庆文告 却写得非常四平八文 但本质上他就是一篇废文 我必须很遗憾的这样讲 因为我作为一个国民 我期待看到总统团结 国内的不同的声音 然后试图了在很复杂的 国际的又是历史情节 又是国际线事 找到一条出路 这确实是总统的责任 但问题是他讲出来的东西 跟他的行为完全不一致 为什么说问他讲话的内容 大家同不同意 就刚刚秀芳姐讲得非常清楚 从字面上来看 或者从现状来看 他确实是基于现状的 一套说法 就是我们现在长这样 那你觉得是不是对的 就长这样那当然是对的 所以会不会支持 会支持 可是处理两岸跟叙述现状 是两回事 两岸今天谈不拢 然后关系不是那么好 甚至有可能走向 兵凶站围的方向 这是个事实 所以他的处理两岸关系 从本来是满意多于不满意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变得到 现在这样 是不满意高于满意 为什么 因为交流中断 经济发展受限 农产品出口受限 军机绕台 大家人心惶惶 这都是事实 你文章写了 再怎么迟早滑美 再怎么具有高度 现实就是现实 更可恶的是 民进党从头到头 在玩两面手法 蔡英文在这边 四平八稳的高唱这种 好像很中道理性的这样的调子 希望把中间选民吸引回来 为什么中间选民跑光了 因为他防疫乱七八糟 搞什么高端 那我就问你一下 在论述部分高度的支持 在处理的手法部分不支持 所以我请教你 从个现实的角度来看 民进党在新两国论出来之后 能够骗到更多选票吗 我不认为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到一半 我说他玩两面手法 一方面他这样讲 试图把中间选民拐回来 二方面放任下面的人 跟基本交易派靠拢 那个后面放任下面的人 包含像谢志伟 这种乱七八糟的跳梁小丑 可以距外交官的高位 然后作件外交专业 真正的外交专业 是像介大使这样 口才好 逻辑清楚 而且还要很有气度 像我就没办法 我遇到这种事 我就会非常生气 因为你这外交专业 被他作件殆尽 可是为什么要放一个谢志伟 为什么要放一个跳梁小丑 为什么要让他在那边 讲些五四三 要收拢基本交易派 如果蔡英文中的这一套 四评八文的国庆废文 没有办法骗到中间选民的时候 至少他守住了他的基本交易派 这就是民进党 一路以来操作政治的方式 我从内而外 我内核是稳定的时候 我就试图的往外扩张 希望可以骗到更多选票 但是现在的大的风向 你看最近几次报案 城中城大火 龟山沙石场 所有的事情都让老百姓 对民进党执政 失去信心了 所以中间选民跑光了 他当然希望用这种东西 可以稳定回来 你说的是废文 可是对民进党 那已经翻天覆地了 你知道吗 当然 所以他两面手法 是不能停的 为什么一边这样 然后一边去支持 在光谱上最极端的陈伯伟 就是两面手法 万一真的废文没用的时候 我至少本我守住了 这就是民进党在操作政治的 他蔡英文本人的帝王心术 这种权谋跟这种头脑 哪来治国多好 真是 你 那么 如果 这种东西 感谢观看